大家好,我叫鄧凱涛 我和鄧小平同行 今天我們特別做好 我非常崇拜他 我今年讀大四,學漢語有兩年半了 我的專業是語言學和漢語 今天我想和大家說說真沒關係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米結合中國 都是那麼重要的國家 在世界上中美關係是那麼重要的主題 一個是在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 一個是在世界上最大的發達國家 一個是最有兩百多年歷史的現代西方國家 一個是這個 都是那麼重要的話題 中美關係是一個兩百多年歷史的很重要 中國很逐步長大很快速 很自然美國人會關注中國的成就 中國不只是一個經濟大國在技術、科學、商業、文化各個方面都出了很大的成就 但是在我看來 在我看來 在我看來 中國長大了之後 不一定像美國一樣 中國 不想去干涉別的國家的內部 在中美關係 在中美關係 國民、中美關係 近些年來 更重要 在美國和中國應該在一起 在國際集合中開展合作 增加毛病往來 增進更多合作 如果我們這兩國家以合合作為主 而不是完全的競爭 有可能比面緊張的主事 我覺得一般的美國人 我們並不真正了解美國文化 而中國人大多不真正了解美國文化 這是因為我們的政府都很固執 媒體也很固執 政府常常有偏見 我覺得 如果我們一起在國際集合中 可以提到我們的合作 我們應該 很多美國人想去中國 知道中國的外交真實 謝謝大家 可以 這個談到中美關係 這是一個挺難的題目 但是你一開始的時候提到 你特別崇拜鄧小平 對 那你可不可以跟我們說一說 你崇拜他的原因是什麼 可以舉一些例子嗎 對 我可以告訴你 我覺得鄧小平的真實很重要 對開放 開放的時候 他的真實對中國的發展非常重要 所以我覺得鄧小平 有參與很多有用有力的真實 有很好的策略在中國 對 說得很好 那你崇拜的美國政治人物 你可以 現在呢 現在美國的人 歐巴馬不是我最有驚人的 我對張克里有很好的真實 他的外交真實非常好 謝謝 大家好 你好 你想不想當美國總統 不想 不想 那你如果不當美國總統 你想你能做什麼來改善中國和美國的關係 我這麼做 如果我是鄧小平 對 如果我是鄧小平 我覺得我會 正常把你往來 我覺得 商業 潘於商業是非常重要的主題 所以我覺得 更了解中國的 提到美國人在中國的了解就好 好 謝謝 謝謝 味道 好 好 好 謝謝 好 謝謝 可不可以不想你 我是娘和你走一下 七八九夜的天氣 想想我和你去羊羊 下一場雨需要你 我是一隻魚 水裡的空氣 是你傷心眼和壞脾氣 沒有你想離開水的雨 快呀我會下去 不能在一起又來又去 能不能讓你清醒 愛是快樂的事情 我只有真心而已 說盡我連我都不會離去 需要你我是一隻魚 水裡的空氣 是你傷心眼和壞脾氣 沒有你想離開水的雨 快呀我會下去 不能在一起又來又去 我是一隻長在岸上的雨 如冷和忘記 曾經活在海裡 曾經活活在你的生命 Oh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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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你 我是一隻魚 水裡的空氣 是你傷心眼和壞脾氣 請沒有你 想離開水的雨 快呀我會下去 不能嗎 不能在一起 我需要你 我是一隻魚 水裡的空氣 是你傷心眼和壞脾氣 請沒有你 想離開水的雨 快呀我會下去 不能在一起又來又去 不用去 謝謝大家